日本侨民通过霸占土地 强行占有房屋 通过不平等交易 为日本战争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也让被占领国家和地区 在战后出现了物资匮乏的情况 日本战败后这些日侨层幻想 等待着这些从被占了国家和地区 窃取的不义之才返回日本 军被收缴 只能身无分文的返回日本 再回到日本的侨民和遣返的日军 中有139万人从福岡的博多港上岸 这些照片就是日本战败 后从博多港返回日本的侨民和士兵上岸后的真实照片 1945年10月18日 从釜山搭乘渔船前返回到日本的侨民 从渔船上下船登岸的日本侨民下船后 而日本侨民被安置在福康临时营阳事务所成 做美军轮船被遣返的日本军人 为了安置这些日本侨民和归国日军 博多港所在的福康市将学校、寺庙、旅馆等组织起来 准备了5000人的接收能力 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归国人员 给予了每人30日元的补助 除为美军在检查日桥随身携带物品 看是否有私藏夹带 从韩国被遣返回日本的女后室 日本给予每个归国人员 每人每天400克的粮食配给 后期增加到了600克 日本当地民众也被组织起来为归国人员服务 除为福岗当地的妇女 在为孩子们的水壶灌装凉水 所有的归国者都需要使用DDT进行 消毒博多火车站前广场上 等待等车的归国军人与侨民 当时日本铁路运输能力不足 为了保障归国者返程 归国者可优先免费乘车 当曾经参与侵略的日本士兵 回到家中时 全家向他鞠躬 感谢他为日本所进行的远程 感谢他的辛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